要出门旅行可能需要小心意外事故 与伴侣一起参加朋友聚会有助于婚姻的和谐和包容 新月过后月亮继续前行 与火星形成四分项带来困扰和压力 同时也可能觉得自己受了委屈没有人能理解 想要发脾气但好像又发不出来 火星与木星的三分带来了勇气和大度 勇敢的追求成长 金星和木星的三分带来和谐的人际关系 谦虚和包容的互动氛围 而火星与金星的六分项 可能会让人用轻松的方式进行互动 火星与金星的三分带来